嗨大家好我是Nik 農曆新年前呢 上傳的那一支影片 也就是和大家分享NFT的基礎開發過程之後呢 整個過年期間呢 我就去騎車還半島了 現在呢終於平安到家了 那也跟各位支持我的觀眾說一聲新年快樂 關於目前區塊鏈產業 成為區塊鏈工程師的難易度 以及這樣類型的工程師主要工作的內容都是些什麼呢 在分享這個主題以前先跟你同步一下Nik個人的部分 我主要在區塊鏈產業工作差不多四年左右 目前呢是單任虛擬貨幣交易所的軟體開發工程師 我平常主要的開發範圍呢 基本上都還是圍繞在web2.0 也就是網站的前後端或者是開發app之類的 我的工作呢是沒有在寫智能合約的 那麼你們上一支看到的那一支NFT的教學影片 是我自己自學之後整理出來的筆記啊 然後去跟人家分享做成一個教學的 但是因為我自己也在區塊鏈這個產業接觸的領域是蠻廣泛的 必須的不斷去了解最前眼的知識跟技術 所以呢我對於這個新穎的產業創造出來的職缺呢 也有一些看法和觀察 接下來我和大家分享關於區塊鏈工程師會碰到的幾種領域 目前業界的狀況 以及如果你是新手要轉職會遇到的各種難題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內容呢 請記得一定要幫我按一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順手給我一個讚 這樣子你就不會錯過接下來我要和你分享的任何內容囉 首先我先說明一下 工程師有分很多種 包含軟體硬體機械都可以是工程師 那在這個部分呢會把討論的範圍縮小到 只有剩區塊鏈工程師跟前後端軟體開發的工程師 其實關於現在很多區塊鏈的產品呢 並不是百分之百在區塊鏈上面進行的 我舉個例子說明 在币圈裡面呢 大家耳熟能詳的Metamask這個小狐狸的錢包 你可以看到操作它的時候在轉入轉出啊 或是支付這個礦工費 甚至你要去挖人家的NFT的時候 這個錢包跟區塊鏈合約進行互動的這個過程呢 並不完全的是直接跟區塊鏈溝通 其底層的原理呢 還是透過Web2.0去呼叫 由Infura提供的一個API來進行互動 完成這些我們平常的轉入轉出 或者是去挖NFT之類的 如果呢你不清楚什麼叫做Call API 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你的家裡現在沒有一個 失蹤啊或是手機任何的電子設備 告訴你現在是幾點幾分 只有一支傳統的電話能夠讓你使用 那麼你應該會打電話呢 去117這種台灣報時台 它會告訴你說 欸下面音響幾點幾分 這個在網頁技術領域呢 如果把它做成後端的API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訪問的端點 我只要去Call這個API 我就可以知道現在的時間是幾點幾分 所以可以回過頭想一下 你如果直接跟這個報時台聯繫的這個動作呢 其實就很像是Metamask跟Infura提供的API做互動 那麼要能夠在區塊鏈上面開發的工程師呢 我大概分為三種 第一種呢 是開發一整條鏈的工程師 基本上就是自己搭建了一整條鏈 那麼現在虛擬貨幣呢 有上千種幣種 而真正的公有鏈呢 大致上只有二三十種 要做一條鏈的難度會比較高 你可能需要熟悉這些密碼學 然後更底層的程式語言 以ETH來說呢 他們的程式語言就有用到 Go C++ Python NodeJS 跟Java之類的 如果你很偷懶又想要做一條公有鏈的話 基本上就是把現在Bitcoin啊 或者是ETH的那個程式碼 複製回來改改 然後就可以做成一條自己的鏈 所以做一條鏈的這個工程師的工作機會呢 目前來說是比較偏少數的 因為要能開發一條完整的公鏈呢 都需要龐大的資金跟能力 還有時間 並不會呢 每一天都有公司在不斷的開發新的公鏈 所以這個機會呢 就比較偏少 第二種呢 就是開發DAPP的工程師 就是Decentralized的Application 也就是去中心化的應用程式 大多數呢 都是指現在的Smart Country 也就是智能合約 像我上一支影片 教大家做NFT的 就是透過智能合約去開發的 目前多半會自稱區塊鏈工程師 很多都是在這個部分 也就是開發DAPP的部分 會圍繞在這裡呢 也是因為這裡的工作機會 相對第一種來說是比較多的 主要的工作範圍呢 基本上就是透過區塊鏈上面 去撰寫智能合約 然後拼湊出更多的玩法啊 或者是應用 可以這樣想喔 就好比現在很多人 都想要發行自己的NFT 然後有自己的玩法 那麼需要寫NFT的 智能合約的工程師 需求呢就變高了 自然呢 在這個市場上面 也會獲得相對應的報酬 再來是第三種 也就是做區塊鏈服務的 以虛擬貨幣交易所來說 像是我目前的公司 畢託 它這整個呢 就是屬於區塊鏈服務的一種 基本上是中心化的服務 但是其背後呢 需要了解更多的 這些去中心化的區塊鏈啊 才可以把服務串接在一起 然後提供給這些用戶 比方說你要在網站上面 能夠充值別人打進來的比特幣 那麼程式的背後呢 就需要去跟比特幣的區塊鏈 進行互動 確保你打進來的錢呢 能夠順利的入障到這個系統 如果你要充值以太坊呢 那麼又是完全不同的一條區塊鏈 那你就要花時間去了解這條鏈呢 必須怎麼樣串接到這個系統上面 所以如果你看到虛擬貨幣的交易所呢 上架了不同的幣種 如果這些不同的幣種 都是在不同的區塊鏈上面 我們這類型的工程師呢 都必須去了解 然後實作並且串接 然後在虛擬貨幣交易所呢 也可以用到智能合約 比方說在資金分配上面 有不同的水位 它其實可以透過智能合約 來做自動的管理 不過這樣子的資金風險分配呢 就是另一個比較深的話題了 所以以以上這三種來說呢 我們可以這樣子的理解 做一條鏈的工程師呢 要對鏈非常的熟悉 做Dapp的工程師呢 要對智能合約非常熟悉 然後做區塊鏈服務的呢 都要對每一條鏈都很熟悉 但主要的技術呢 會圍繞在web2.0的部分 業界的情況呢 只靠我憑空講呢 比較沒有說服力一點 我們可以在Google打上 區塊鏈工程師 看一下Google幫我們 整理的這些工作機會呢 都是些什麼 可以藉此了解 目前業界對於區塊鏈工程師的 工作定義的內容是什麼 像是這個 國泰世華找的區塊鏈工程師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它主要開發的 就是剛剛提到的Dapp 也就是我前面所說的第二種類型 以智能合約為主的應用 那接下來看這個Crypto Go 以它的直圈描述來說 是要撰寫後端的API 來做微服務的開發 要了解的後端技術呢 包含了Restful API 或者是WebSocket之類的 這類型呢 比較偏向我前面說的第三種 也就是做區塊鏈服務的 可以看到這項工作 對於智能合約的了解呢 僅會是工作內容的一部分而已 主要還是以後端開發的技術為主 再來看一下這個 鏈鞍領航科技 這個應徵的區塊鏈工程師呢 你可以看到 他希望你做類似以太坊的區塊鏈 也想要你寫合約 然後開交易所 下面任職的資格呢 技能也是多到爆炸 我認為他是把我第一種到第三種 直接的完全加總 這個先跳過好了 我感覺他要找超人 大致上呢 你繼續逛一下 可以發現多半呢 都是找DAPP的工程師 智能合約啊 Smart Contracts Solidity之類的 看起來跟我前面所說的心得是差不多的 說完業界的狀況呢 我想和大家說明 不管你是自學 還是從零想要轉職 成為區塊鏈的工程師 在去中心化的世界裡呢 是更難以被接受犯錯的 區塊鏈呢 和一般 前後端的開發技術來說呢 最大的不同在於 區塊鏈的智能合約 一旦上傳之後 如果你此刻才發現有錯呢 基本上是不能更改裡面的邏輯和規則的 因此我們要在發佈這個智能合約以前呢 都要測試到極致 但軟體的系統呢 很難不去發生問題 而以現有的前後端網站技術來說呢 如果不小心發生錯誤 你整個網站突然 欸 倒掉了 你可以處理的方法有很多種 你可以把程式碼更新啊 或者是機械的設定 重新部署之類的 因為這個是中心化 控制權呢 還是在你的手上的 但區塊鏈所擁有的 去中心化特質呢 上傳之後的程式 錯了就是錯了 它是沒辦法回頭更改的 舉例來說 假設你要發行了 NFT的智能合約裡面呢 你把這個withdraw的 提領代幣的功能呢 給寫錯了 那麼就很有可能發生 你的NFT都賣完以後呢 你想說 欸 這些資金呢 我想要從這個合約裡面轉出 結果因為withdraw的function 在一開始就定義錯了 導致整個錢呢 卡死在這個合約的黑洞裡面 想領都領不出來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喔 因為我在我的留言後台裡面 看到有人詢問相關的問題 然而現在比較夯的區塊鏈工程師的 課程啊 或者是教學 基本上都是圍繞在 開發智能合約上面 但是如果你要做起整個產品 或是整個服務呢 也都還要去了解其他的技術 就比如說 你做完一個NFT的智能合約之後 你還是會需要一個前端的網站 來跟你的客戶進行互動 那麼就又延伸出來了 除了學習智能合約的技術以外 你還必須去了解 比方說像現在前端的 JavaScript啊 或者是一些框架 才能完成這個需求 所以以現況來說 如果你已經是有經驗的 前端後端的軟體開發工程師 你像NICK我一樣 再去多學一個智能合約開發的技能呢 就可以嘗試搞搞看 區塊鏈的轉值 或者是接案 但如果你是完全零經驗的新手入門 那麼這項門檻呢 會被墊得非常的高 可能你還沒搞懂 solidity的智能合約的語言 又要跑去學下一個 re-add前端的框架 然後在JavaScript不熟的狀況下呢 你可能又會寫出一團亂的東西 最後呢 我認為區塊鏈 確實是一個現在 大家積極在投入的一個領域 不管是臉書所講的元宇宙 還是現在瘋狂掏金的NFT 其實呢 這些都有助於加速整個產業的發展 至於這個產業會發展到什麼高度 還是會說你們是個騙局啊泡沫呢 我其實都非常的期待 今天就分享到這啦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呢 請拜託你一定要 幫我按一下那個訂閱 因為我非常的想要 10萬訂閱的那個獎牌 按完之後呢 如果你都不想看 也沒關係 我是Nick 在地上滾的工程師 那我們就 下次見啦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